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刻我在故事最后留了一个小悬念 说葛世北斋的艺术日后竟然撼动了欧洲几百年奠定的艺术传统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人们刚刚吃过午饭 都已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去了 但在卧力大街上有一间店 到这个点了却依然还很热闹 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因为里面全都是有些不用上班的艺术家和有钱人 因为它里面卖的都是一些巴黎人民日常看不见的东西 大多来自日本和中国 有折扇子啊 丝绸啊 金花瓷器和板画什么的 这时一个穿着名贵西装大胡子宽脑门的中年男子 对着青花瓷器的包装纸翻过来 掉过去看了半天 这时一个年轻人过来拍了他一下 说道 马奈大哥 你干嘛呢 一个商品包装纸有什么好看的吗 原来这个大胡子的中年男子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马奈 他年岁比较大 家里又有钱 所以他身边围了很多小弟 其中不少还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马奈对这个年轻人说 哦 没事 然后随手把刚才看的那张包装纸叠好 揣进了口袋 回到家后的马奈赶紧从桌子上收拾出一块地儿 然后从伊兜掏出刚才那张包装纸 打开 码瓶 然后铺在桌子上 原来这是一张日本的版画 颜色呢 基本上就是平图 人物轮廓线勾得很清晰 而且不管是皮肤 衣服 还是树皮 哪哪都是一个质感 这引起了马奈极大的兴趣 因为这一张版画和学校里老师教的完全不一样啊 老师教的是 画面的主角一定要放在画面中央或附近 但人家把主角放在了边缘和角落 老师教的是 无论人还是物一定要有投影 这样才能稳稳地立住 可人家一个投影也不画 老师还教了 绘画应该尽力用颜料表现出每个物体不同的质感 越逼真越好 但人家却画什么都是一个质感 或者说根本就没在意质感 但马奈觉得 这种很平面像是年画一样的画 看着也不丑啊 大家怎么没人这么画呢 一定是大家还没注意到 或者不敢打破前辈传下来的规矩 那么我来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试试在绘画中表现平面会怎样 于是马奈画了这个吹鼻子的小男孩 第一眼你看到的时候肯定觉得 这也不平啊 但是你再看一看 同时带安格尔画的画 然后再回头看这个吹鼻子的小男孩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跟安格尔相比 马奈的衣服画得就像剪影 安格尔的褶皱 都是要十来种颜色去慢慢找过度 直到毫无PS的痕迹 相比之下 马奈笔下的褶皱 就是在平涂的裤子上 草草地加了几笔重色 给了个大关系 看着就像草稿一样 还没来得及深入 过度 像没画完一样 但是 卡罗爽想告诉你 这确确实实是一张马奈画完的画 他就是想告诉人们 艺术的目的 不只是在画布上表现立体 也可以表现平面 好 今天认识的这位老大哥 再一次刷先了我们的三观 那么下一节 让我们共同期待 又会见到哪一个有趣的艺术家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让我们iert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